我們可以先把10寫高一點 竖畫拉長 10寫高 右邊那個攀沒有地方可以拉長 所以它基本上不太長 不用刻意把它拉長 很多人在寫傳書會把一些字一直拉長 可是它沒有拉長的條件的話就算了 還是保持上面緊 上面感覺比較緊 下面鬆的樣子 就是一種傳書的一個基本結構 當然你要把硬碼拉長成對齊也是一種方式 也是有人這樣寫 傳書還是有很多種寫法 就是看你要用哪一種方式來表現 那我比較希望上面抓緊下面放鬆 我比較喜歡這一種 C的話兩邊都可以抓拉長 因為左邊是水 右邊也有一個大字可以往下拉 所以像這個字就左右就可以寫得比較均衡 上面 還是盡量往下面做集中 我都一直努力的保持那些縫隙是很小的 這也是努力的保持 這個中間空隙 我都一直在猜它剩多少 暈開以後會剩多少 好那上面都靠近了對不對 下面這地方是可以拉長 上緊下鬆了 一 好一長一短 好一長一短 但是不用太長 因為還有一個筆畫可以拉長 好一短兩個字太接近了 所以寫法上會稍微有點不同 就是弧度上 因為字不可能改嘛 我們不可能幫它改字型 但是我弧度上可以向左向右 然後看起來兩個 上下兩個字在一起的時候 並不是一模一樣的 左 這裡寫得比較簡單 不用繞圈了 因為上一個字有繞圈 這個字就不要再繞圈了 不要一直繞圈圈 另外左因為這裡會有個往 這邊伸展 所以這邊不用再繞一個圈圈了 會覺得擠了點 這邊有伸展對不對 那這個就不能伸展 就往上 重心讓它偏高 10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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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靠近 下面 靠近 把縫隙寫小 努力的把縫隙寫小 它算進內會暈倒 黏到全部黏住就很難看 這可能習慣凹一下再走 畫上面是一個魚 這不要寫太大 因為旁邊還有 筆畫了 先把中間寫完給魚 中間這個大就可以拉長 維持上緊下鬆 這裡一樣上面緊 往上靠 上面緊 下面拉開鬆 上面比較小 下面拉得比較開 好 上面靠近 向中間集中 中間留一個縫 等一下一條線要拉下去 筆毛開插你可以慢慢處理 你也可以旁邊整理整理再寫 這個都不重要 重要是如何控制那支筆 寫出你要的線條 中間 中間待會有一束 所以可以把這名字不 寫得比較短 短短短短短短 下面留一點空間 上緊 下鬆 下鬆 古代這個軀啊太可愛了 先把中間可以對齊的地方先寫好 不然這個很難對齊的 有時候覺得 好下面留多寬 要差不多兩邊 可以插一點點 不要插很多 確定好了以後再去畫這個線 交錯不要都是平行線 還是有點點弧度 冷淡掉整齊的字 還是要把它寫得有點變化 不要拉了一直線 第二個上面 還是可以拉長 靠近 還是要靠近 這時候在做什麼 其實我說在做筆觸上的變化 不要讓人家覺得你寫了三個一模一樣 好像是雙胞胎 三胞胎一樣 讓人家覺得說 事實上有點不同 長得一模一樣 但質感不同 靠近 上面很緊 下面拉長 下面拉長 讓筆畫都靠上面 靠上面 好 淡 淡如果想拉長 下面就把它寫得有點尖尖的感覺 就是上面是方的下面比較圓 這樣在拉的時候就會覺得 這個字感覺被拉長 那如果你用方形的話就會覺得拉得長了 可是看起來笨笨的 不靈巧 所以它下面都會處理得比較尖 所以它下面都會處理得比較尖 想辦法靠近 還是靠近 密不透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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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面我建議先寫這個 這裡面 到底要寫多寬 先寫 再去畫外圍 不然有時候畫外圍以後 裡面都太寬太窄 都不一定 這時候可以隨機應變 回字 муз 總右邊還是分一下喔 就中間的筆畫伸不長 兩旁的筆畫可以深長 像這邊就可以稍微深長 兩邊不用一樣長 所以我才強調是平衡 也不是那種對齊 很多人都把傳書寫的對齊 這樣沒有趣味感 對齊是電腦的用法 藝術有時候就是差那一點點 然後看起來拿到一個平衡感 並沒有像電腦那樣寫的這麼準確 準確的反正是死板 這裡有好麻煩的寫法 先把他靠近這裡面 靠近靠近靠近 到最後這個還是偏上 因為下面只是一個橫滑 再一個橫滑 好 再一個橫滑 好 攻 攻拉長 往旁邊敲 攻拉長往旁邊敲 下面下面的攻就寫得很可愛 嗯 框 框不用擔心拉不長喔 因為這種有外框的字啊 鄧石路有拉過喔 我們就照他的方法把這個字拉長 所以為什麼要多靈鐵 多靈鐵就知道說 原來人家是用這個方法來把一個字拉長 如果沒有靈鐵一定想不到 因為我們都被那個凱蘇給框住了 凱蘇就是框嘛 凱蘇怎樣 凱蘇是方框 但鑽蘇不一樣 鑽蘇怎樣 他可以拉長 鄧石路哪裡拉長啊 如果寫這樣就太短了嘛 所以鄧石路是這裡拉長 那這樣重心偏上然後下面拉長 字就變成長了 這個拉長比較難喔 只能這裡搞怪一下 感覺有點拉長 即可拉長的線條好多喔 寫字一定要拿這種筆畫多的來練啦 不要沒有什麼單線練習 真的是非常討厭單線練習 自己拿一條線一直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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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拉 沒有技術 因為你不需要考慮太多 只能亂拉一通 真的要派上用場的派不上用場的 找這種字很多 看起來很複雜的 多來多練習幾次 你就會了 熟能生巧 這句話絕對不會錯的 確實是熟能生巧 不是靠密集生巧 之前提過的 寫書法沒有密集 如果有密集 你要去問那個 寫三天就會的那種人 不要問我們寫了三十年 還不會的人 寫三十年了 三十幾年了 也只能寫成這樣子 哪有什麼密集啊 雖然是弱字 不要寫的弱弱的 有人說寫字要望文生意 不要不要望文生意 不要看到字弱就要寫弱 那還得了 寫胖就要寫胖 寫瘦就要寫瘦 這樣就太公式了 不用执著 有時候真的是可以 偶爾為之可以啦 並不反對 但是不用變成說這是一個公式 因為很多人一直強調形式主義 認為這個弱字那你就要寫弱弱的感覺嘛 這樣才有弱的感覺 不然那個字就失去它的味道 但是文字有時候是個載體 有沒有必要這麼誇張 就見仁見智 好 扶 現在寫得慢 開始筆慢慢乾掉 筆慢慢乾掉 筆慢慢乾掉就會出現那種筆觸 筆觸要小心啦 筆觸做得好是加分 做不好是扣分啦 好 請 請 很可愛喔 靠近一點喔 因為等一下線條真的很多 第二個剛好跟它相背 有點像鏡射 鏡子 然後反射出來的字 就說 對 有 是 有 不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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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